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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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好久沒見 又是我們花織娛樂的YouTube Channel 由於這排忙中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做氣球布置的時候 有什麼特別注意事項 我們現在馬上來看看 我們平時有什麼特別注意事項 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頻道中的新朋友 首先是我們的氣球師Fanny 還有我們的Summer Summer 稍後會和我們拍多些 有關於花織娛樂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記得留言給我們 Summer會代你們問的 這隻叫雨膠氣球 這隻叫金屬氣球 另一隻叫金屬氣球 雨膠氣球和金屬氣球有什麼分別呢 雨膠氣球會隨著時間 慢慢變小 金屬氣球的持久和保存會好些 就不會那麼容易收縮 還有它可以 不需要打結 因為這裡已經有個位置 就不會漏氣 它已經幫你鎖住氣 因為雨膠氣球 一定要打結 還有金屬氣球 我可以交給Summer 問Summer 你有什麼不明白 可以問我 我剛才知道這些金屬氣球 為什麼經常會爆 因為金屬氣球 你吹得太脹的時候 它就會爆 而 它這裡 起碼要按摩手指 起碼可以放進去 那什麼位置已經太脹了 你拿個H 按摩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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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開始起碼 之前把它拉一拉 我想問汽球如何飄浮在半空中 飄浮在半空中 要加上氧氣或俗稱的氧氣 它就會飄浮在半空 但時間大概是4至8小時 飄浮的時間 不會太久 我還想問汽球可以保持多久 一般瑜伽氣球是8小時左右 如果打氧氣大概是 和氧氣的時間差不多 而氧氣為何會4至8小時 因為氧氣慢慢流浮時 而氧氣球不會飄浮 就會比較明顯 而氧氣球最多是縮小 所以不太覺得氧氣 縮小了一點 但大概是8小時左右 它會慢慢流浮 如果我想氧氣球保持久 可以怎樣做 很明顯 坊間有噴氣球 可以噴上臉 或是可以選擇 這類的鋁膜氣球 可以保持兩至三天 只要他本身氣球沒有裂 沒有爆裂 起碼要是兩至三天 如何使用水滋擦 首先是支揸的櫃板 最粗的枝架放在中間 為了薄長的枝架,中間會有連接的接薄膠 而幼的枝架放在另外一些位置 讓它已經接薄膠 它有層次,最長的枝架放在中間 其他三枝中尺寸 再放在另外一枝枝架放在最短的枝架放在中間 其他一枝枝架放在中間 其他一枝枝架放在中間 哇,這就是加了咕咕的效果 是不是很漂亮呢? 哇,看看 我們已經完成了 薄姿的場景了 很漂亮 祝這個生日的熟悉生日快樂 太好了 我們精心準備的 是不是很漂亮呢? 如果各位朋友對我們的氣球保持 或者想做氣球的時候 有什麼疑問呢? 可以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一個讚 我們就可以下次 留言 我們在留言 就會回答你們的疑問 有什麼問題可以問我們 那我們下次的Youtube頻道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製作人員 字幕製作人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